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最近柯文哲的账目争议 说实话也是老鸟 也不是算是政坛新人了 怎么会犯下这个我觉得蛮基本的一个错误 当然这个对于绿营来讲 对不对本来早就讲了嘛 这个弄掉郑文蔡之后下一个就轮到柯文哲了 皮好像还没有绷紧 那承办造势活动的这个石乐公司呢 透过声明说民众党申报资料当中500万 并不是他们公司承接 那还有另外一个公司你要也说 也没有收到钱啊 所以你申报当中有这两家公司 但这两家公司都说没有收到钱 金额不小哦 总共是916万 天呐 资深媒体人看完人俊呢 立刻说石乐公司透过他呢 提出了正式声明 柯文哲进办的向监察院申报的错误百出 其中呢申报支付一笔500万 说要给石乐公司 石乐公司说根本没有这个合作案 也没有收到500万 要求民众党出面说明 事情很大 所以康仁俊大栽文 柯文哲你的靳总到底虚报了 多少政治现金政治支出 好另外再来看 柯文哲亲自做了一个回答 那还有包括他的太太陈佩奇 自爆开人头公司 柯文哲这个被大批媒体包围 他说呢下午一点钟开始查账 大家不要紧张 查了之后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然后他说呢每天都会有奇奇怪怪的事情 但把每天遇到的困难克服就好了 大家帮他捏了一把冷汗 这不是什么困难 这恐怕是司法问题 你要不要看一下那个谁 郑文灿的下场 四人房 那黄珊珊又怎么说呢 黄珊珊没有责任吗 她说因为石乐还有尼奥公司 帮忙办了很多造势活动 所以过程中是这个财务部在报 党部好像发了声明 昨天有去对账 对账完毕 之后有发现这样的错误 对厂商很抱歉 然后说跟柯文哲呢 最近没有什么联系 没有什么联系 然后黄阳明 大家知道阳明非常会找资料 他抓出了几个重点 第一 如果是这种小额 捐款什么几千块几万块 还算情有可原 但出错的是单笔上百万的支出 不是收入 是支出 以这样的支出数量都会查核错误 这是错的离谱吧 因为单笔一百万以上的支出 只有76笔 没有错了 他的小额收入 大家的捐款收入 有几万笔 但出错的不是收入 是支出 一百万以上的大支出 只有76笔 76笔的支出会错这么多笔 是不是很奇怪 发生这么严重的账务错误 会计师端木正有问题 他跟柯文哲之间的关系 他也写得非常的详细 所以中间透露着种种不寻常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张 所以你看到今天绿营媒体 包括自由时报 抓着重追猛打 特别是陈佩奇也说了 这个他有很多理由嘛 刚开始他还没有退休 他是公务人员 不能够开公司做负责人 所以找来他儿子 想得很单纯啊 那就等我退休之后 再把我换过来就好了 可以吗 这好像不是你想可以就可以 法界人士表态 目前人士公务员 违反了公务员服务法 不但有这个 有这个既过等行政处分 同时你看到还有什么 申领奖金 最清本刑七年贪污治罪条例 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务罪 不只是柯文哲 包括了陈佩奇 那更不要说民众党呢 是不是就这样 昙花一现就凉了呢 大家都已经说 这个赖清德在那边磨刀 砍完郑文灿之后 下一个就是你 然后呢 郑愁没有理由 没有机会 来委员短评一下 你怎么看 陈佩奇这个案件 不会有什么事 原因就是说 他并没有开程 他只是一些办公室登记 没有开程 没有营业收入 他们当时应该 我想很多人当医师当酒了 对外面的很多状况 不太了解 真的我碰到很多医师的朋友 对外面的状况 IQ都很高 IQ都很高 然后对外面的东西 不是很清楚 他当时真的是有要开小草咖啡厅 做党部不断的拓展 但他忘了一件事情 党部 政党不能经营盈利事业 除非你是公益式的 有一种公益式的咖啡厅 你爱喝多少随便你喝 但你自己可以捐款 有这种运作的方式 但他们还没开程买 所以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 那所谓的构成申领奖金 构成贪污罪 这个不构成贪污 这个可能是 讲得稍微严重了一点 所以我认为只要没开程 一切都好办 而且他开的登记 是用他儿子的名义登记的 负责的是他儿子 所以更没有问题 更没有问题 对 因为他在脸书当中 自己写了一大篇 有没有 这个写的很多了 还他后来怎么样 去学泡咖啡等等之类的 然后他还呼吁什么 这个法院轻判 对他轻判 好像就已经一副觉得 自己是有罪的概念 那当然就大家看了 也是还蛮惊讶的 就说怎么讲 就夫妻两人摄入政治 都不是一天两天了 好像就是我想开公司 我就去开了 然后找谁 好像找儿子 这个党好像没有专业 没有专业人士 其实这个事情 我觉得陈北齐还好 你知道以前我们军中 曾经有一个中将司令 然后他在他的司令部门口 然后叫他儿子开了一家 这个面店 然后每次那些司令部里面的人 出来要吃饭 或者去开会的时候 一定到他家儿子那边去吃碗面 再进去开会 这司令亲自干的事 另外还有一个 三颗星的 还叫他儿子干什么事 去卖军中的礼品 对不对 军中有很多纪念品 譬如退伍的时候 我送个纪念品要干嘛 他儿子去开 结果那个时候 所有我们陆军的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对不对 送往迎来 有人要退伍要干什么 都一定是到那家 去买纪念品 送给他的 这个退伍的同袍 或者是迎接 这个送往迎来的 买的那个纪念品 都是这个 那我特别要这样讲 你说这个像我们来讲的话 军人来讲 你说有没有犯罪 那你可以说法律上面 他没有犯罪 那是他儿子开的 不是他开的 可是全世界都知道 那间是他儿子开的 你说像我们军中 这么封闭的团体 你说一个上将 他儿子开的那种礼品店 大家会不去买吗 对啦 但是委员刚刚讲 对就是没有开成 所以他现在只有这个资本额 好像就十万块 金额也不是很大 那当然他也写得很清楚 主要什么 要提供场地 给小草聚会的机会 然后他要在那边 开医学讲座等等 推广一些医学知识 他写了洋洋洒海一大篇 那当然导致这个 柯文哲自己 我们看到这个 在这个政治支出 现金支出的部分 有几笔大的 那个部分 可能是不是问题比较大 委员 那个问题是比较大 因为奇怪就是说 通常我们候选人 大概这种申报的东西 大部分都交给 会计师去处理 那会计师就是说 会有各种单据 比如说 我付五百万 给哪一个广告公司 或哪一个公关公司 然后他对方 一定会开发票给我 所以会计师会 把账做得很完整 很少人在这方面 会出现 问题几乎不会 但导师现在 反正这个问题 已经是事实了嘛 然后越来越多细节出来 我导师想请教一下委员 这个政治效应 以这个赖清德的思维 你觉得呢 现在是个好机会吗 当然是好机会啊 天势良机 天势良机 天上掉下来的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修理这个政敌最好的机会啊 对 因为大家之前就已经预告了 说郑文财之后 下一个应该就是柯文哲 结果给了这样一个理由 所以你看到今天绿媒 大作特作 包括绿媒的这个政治的 这个政论节目 也是一样 所以柯文哲是不是 这个前景不乐观 包括民众党 我们继续看下去 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会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 酷拉索卤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